大家好,我是美味小姐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 怎样在家做麻辣汤 味道麻辣爽口过瘾 又香又好吃 先准备一把宽粉放入盆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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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锅里倒入多一些的水进去 再往锅里倒入半袋的纯牛奶进去搅匀 开大火把锅里的汤汁煮开 汤汁煮开后再煮5分钟左右 让这些香料的味道都融入到汤汁里面去 等锅里的汤汁烧开后加入盐调味 用漏勺把锅里的料渣全部捞出来不用 再分次往锅里加入要煮的菜进去 先放入比较耐煮的麻辣串 提前泡好的海带丝 再加入宽粉进去煮 等锅里再次煮开后再加入豆腐皮和土豆片进去煮 再大火煮5分钟左右 大火煮5分钟左右 大火煮5分钟左右 锅里的麻辣串,宽粉和土豆片都煮熟 再加入火腿肠,腿肋肠头肠 葡萄粉和金针菇进去煮 等锅里再次煮开 最后加入一把铜蒿进去嚼一嚼 全部煮好后关火 直接捞入盆里面 加入调好的芝麻酱 加入两勺蒜水 撒上香菜 加两勺炒熟碾碎的花生碎搅匀就可以吃了 好了,咱们这个麻辣烫就做好了 家里每次都做这么一大锅 特别的好吃过瘾 需要的食材和调味料都非常的简单 非常适合在家里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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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